其實現在的銀行在貸款 也會交客戶 所以倒楣的可能是中小建商 跟這個所謂的我們的首購局 我們之前也有看到有一些客戶 跟大型的業者購置 幾年前的預售屋 即將要交屋的民眾 業者叫他們去自己找銀行的話 他又找不到的狀況之下 很有可能大型的業者 會直接的請他用違約的方式 解約賠XXXX的一個定金 中央銀行21號 預請34家國營自主控管 不動產貸款總量被各界解讀 是為了抑制過熱的方式 觀察內政部數據 2022年全台住宅用監照量 共於18萬戶 創1995年以來最高峰 若以公期三年計算 當年度建案最快於今年出現交屋潮 選擇當時進場的民眾 恐怕交屋時的聲貸 就是一大難關 整體來說我們在6月份 大概就可以感受到貸款上面 會有問題的情況 只是說並沒有像最近 這麼來的這麼的全面 到7、8月份來說的話 狀況更新嚴重 甚至於發生了建商端 他有分戶貸款 被銀行抽取銀根的狀態 以至於很多的預售的買方 他必須要在交屋的時候 他可能要自己去找銀行 去面對有可能違約的風險 所以我們之前也有看到 有一些客戶 現階段我們認為最辛苦的客戶 應該是跟大型的業者 購置幾年前的預售屋 即將要交屋的民眾 那這些民眾 如果說大型的業者 叫他們去自己找銀行的話 他又找不到的狀況之下 很有可能大型的業者 會直接的請他用違約的方式 比如說就是 解約賠付15%的一個定金 那或者是說 可能採取所謂的違約方式 用預期的這種 每天萬分之二的利息的 這個部分去給付的樣子的 一個懲罰性的條款 如果說是已經簽約的民眾 我們會建議一方面可以跟賣方來去做溝通 二方面來說的話 應該要同時進行去尋找其他貸款管道的方式 例如說像是信和社 農漁會或者是說土地銀行 授選公司等等這些管道之外的一些方式 來去取得資金 以避免到自己可能會有違約的狀況 那如果說是還沒有簽約的民眾的話 那在這段時間裡頭 如果有新意的物件 最好還是要在買賣區域上面加注 這種非自己的一個自願的因素 所造成的還款延遲等等的一些狀況 來預先去做一個預防 其實現在的銀行在貸款 也會挑客戶 所以倒霉的可能是中小建商 跟這個所謂的我們的首購組 那這個利率可能也會變相的拉高 尤其很多貸不到的 甚至於還搭配信用貸款 那這樣子就把我們整個的這個房地產的市場 的這個風險就拉高 所以對於一個當首富神的這個中央銀行 他也不得不出手 但是這個出手以後 是不是就會產生很多不良的效應 所有現在搶貸的風波 其實就源自於去年8月份 原來房市要降溫 卻因為選舉的因素 有了新清安的政策以後 那房貸的餘額開始往上衝 衝破了10兆到現在10兆5000億以上 那這一股這個浪潮 其實就是新清安之亂所引起 所以當然新清安他有照顧到 大概七成要買房子的人 有自備款的人 但是也有三成的是投資客 甚至於沒有自不量力的年輕人 他就運用五年的寬限期 來操作他高槓桿的這個投資 投機性的買盤進來 那這個等於是五年這個寬限期啊 也會變成某一部分的青年人的 新清安安維他命 所以其實他們是吃了這個五年的 寬限期的甜頭 但是呢 後面假如房地產反轉的時候 那可能苦的還在後頭 都不信任期就在這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